雷军说创业就是要做一只站在风口的猪 确实这是一个风来了猪都会飞起来的时代 也有人说他不愿意做这只飞猪 因为风停了猪可能会摔死 还有人说不用担心 风来了我们练好功夫做好那头猪 那么到底风口在哪里 你愿不愿意成为风口的飞猪呢 本期爱问继续为你而生 如果创业是一次不知终点的征程 如果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冒险 谁愿意同舟共济肝胆相照 与你一路前行不离不弃 我相信我愿意 由爱问传媒出品的爱问顶级投资人之创客法则 全新登场敬请期待 台风来了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2013年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这句话 成为创业圈中一时最为时髦的流行语 实际上雷军此后在各种场合和媒体上 还有一系列的比喻 比如要找到吹得起猪的风口而不是盲目地冲上去行动 我们都是风口上的猪 关键是你想不想去飞 猪没有翅膀皆是被台风吹起来了 那飞翔也只是暂时的 结果一定会掉下来等等 但是对于创业者而言 风口已经成为创业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创业的风口究竟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 我也多次向雷军先生的团队求证答案 几经探讨之后 我与雷军性操盘手许达来先生做到了一起 我觉得要有巨大的成功的欲望 同时能够脚踏实地 论论真正地沉下心来把事情给做 智能硬件 跟房产 围绕房产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还有农村互联网 你本人跟雷军是什么样的工作关系 顺维资本和小米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关系 在顺维里头我们是搭档 那那个所有的公司的重大决策 我们两个有共识 雷军先生说过一句话 创业就要做在风口上的这只猪 所以业内也经常会拿风口论 来作为创业的一个标准 那到底什么是风口 它是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描述 比较生动的描述 来描述这个风大到猪都能够飞起来 我的理解 它不是说我们要撑猪 我的理解是我们找到这个风口 能够把猪都能够吹起来的风口 那什么样的创业一定要在风口上才能成功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假如是我们投资的是独角兽公司的话 那基本上都必须是风口 什么是独角兽公司 10亿美金市值或以上的公司 为什么把它称为独角兽 这个应该是很普遍的 这个VC行业的这个普遍的一个统称 在这么多年来的大家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它必须是10亿美金以上的公司 不过这几年因为这个估值 还有这个通货膨胀原因 可能我们这个独角兽公司 这个定义可能要重新定义了 因为10亿美金的公司有点多了 所以有可能那个我们内部 又是开玩笑说过去的10亿美金的公司 今天可能是30亿美金的公司 我们注意到这个顺维是一个 不到20个人的投资团队 那投资了近百家企业 那业内就很关注 到底顺维专注的 就是所谓的赛道或者风口是哪些 主要我们目前专注的是三个赛道 一个是智能硬件 第二个是围绕着房产的相关产品和服务 第三就是农村互联网 这三个目前是我们的主赛道 能不能介绍一些案例 比如什么 智能硬件我觉得 有两个案例吧 一个就是叫华米 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 智能手环公司 第一大是Fidbit 是家美国公司 市值应该是接近90亿美金了 那华米的产品应该就发布 一年不到的时间 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 应该有机会在短期内 成为全球第一大 第二家公司就是空气净化器 你也知道就是我的手机上 手评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一个看时间 第二个看温度 第三看日期 最后一个看空气物管指数 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小孩 四岁和八岁 所以我很关心这个空气的质量 那这个也应该是普遍 很多老百姓关心的一件事情 对大家来说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痛点 如果说第一个风口是智能硬件 第二个风口是 第二个风口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围绕着房产相关的产品的服务 那你比如说我们投资的优加公寓 它想做的就是解决年轻人住宿的问题 让你就是说不止有个地方能够睡觉 你和你的邻居是彼此是认识的 然后你们有共同的兴趣 能够玩在一起 这就是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围绕着 房产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还有什么风口 第三块就是农村互联网 这个移动互联网或者智能手机 在过去几年高速的增长下 国内的普及率应该相当的高了 不过在农村的普及 使用智能手机的人数 可能才刚刚开始 我们觉得未来 就是一个农村的移动互联网的机会 应该是挺多的 比如说我们投了几家公司 就是说是怎么样把农产品 从农村卖到城市 我们也投了几家公司 怎么样把商品 从城市卖到农村 这些我们觉得未来有可能会是风口 这是可能说是顺维在当下专注的三个风口 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中国现在的创业环境 它的风口可能还会包括像社交 像电商 像虚拟现实等等 那在您的认为中 如果除了顺维专注的这些风口之外 哪些应该是接下来最为重霸 或者成为有可能会带上入口级企业的风口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三个风口以外 像在线教育 互联网金融 社交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也在看 也在投资的一些风口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快速改变 资本市场的投资趋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在美国过去四年时间里 切的每一轮融资的价值翻了一番 而在中国这个速度可能要更快 对于创业者来说 赚到第一桶金的速度与人数也大大增加 然而资本的狂热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机会 机遇之下 顶级投资人究竟会如何做出风口之上的投资选择呢 风口在哪里 对于专业的投资人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呢在选择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风口都覆盖 那问题就来了 那顺维在投资的时候 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比较简单 因为风口可能会比较多 不过呢我们必须要专注 我们才十几个人 所以呢那个为什么我们只说 那个这个主要的风口 目前看三个 那个这就是我们十几个人当中要注意的 就是说那个这是我们一定要投的三个风口 不过同时呢那个其他的风口 我们遇到合适的机会 我们同样也会干 那投风口是怎么投呢 是说只要比如说您认定的在线教育 那但凡是在线教育比较有前途的公司 有前景的公司 十个八个我全都投 其实他们可能存在内在的竞争 第一我们不我们尽可能的不要投资直接我们被投资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 这个呢是我们可能跟一些同行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有些同行就是说我笃定这个风口 笃定 或者有种红山的术语叫赛道 我笃定这个赛道了 我全都投了 假如是我们投了 他们转型和另外一家公司直接竞争的那美法控制 我觉得那个很大的程度呢 我们另外考核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这个创始团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我们投的就是人 很早期的项目里头 就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还在试错的阶段 假如是对的人呢 就是大部分的公司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创始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和他最后成功的那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情 他们要试错一两次 所以呢那个有特别项目 有可能我们会特别看好一个人 我看到雷津先生有一句话 对创新的定义就是创新就是不断的包容试错 是 那您作为一个应该叫风口理论的践行者 您觉得如果这只猪就真的在风口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些创业团队 他们就在做一些非常有前景和大趋势的项目和企业 到底有多少比例真的可以成为飞猪 最后活下来 假如是按VC的统计学来过去 就是大家统计的这个VC的数据来说 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 多少 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 肯定是在5%以内 也就是95% 其实不可能成为 创业其实本身是一个失败概率极高的一件事情 最后成功的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已经上市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背后里死了好多公司 所以你们的工作也很艰巨 就要看到风口 看准风口 还要在这个风口上这么多猪里头找到那5%的猪 是 对 取达来说 顺维的策略通常会笃定下一个风口的领先者 对于创业者来说 该如何判断自己的项目是否可能成为风口上的那只飞猪呢 对于日新月异的创业创新 顶级投资人又会如何判断风口的方向呢 风口太多 大家都说这个红杉是一个投赛道 因为在08年之前我们看到投的很多项目 由大众啊高德啊骑虎啊往前当的固然好 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赛道的痕迹 也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区域分离 但是08年之后好像投了这个乐风之后 但您可以反驳我啊 这是我的观察 08年投了乐风之后就能看到明显的 比如确定在电商旅游 欧促垂直社区和互联网金融等的领域 这是你们专注的正在专注的赛道吗 但主要的这个世界还是在这个电商这上面 这电商又会有些变化 在过去的五年八年可能都是叫淘宝 京东这样叫食物电商的这个这个就完完善化 原来有沟通平台 有支付的支付的这样的基础成长起来 有物流的基础成自通一达成长起来 OK你好像你做点一下货就送上来了 很轻松 但最近这三四年呢 电商它变成了一个 比如欧托 开始其实欧托就是 我看就是就是我理解就是服务 服务变成电商化 不是那种叫食物形态的电商 从美团开始 现在的风口可不可以理解为电商 欧托也是一种服务的电商 孩子正在进行中 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就是往 因为电商的演变会会不光停留在这个 刚才我们谈的所有的都是2C的这个环节 电商会在各个环节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 我把它理解成一种叫交通 它是一种叫它是一种运输方式 那你还能预测吗 再往前走 电商或者是电商的下一步是什么 因为电商它其实是把就是参与交易的这些主体 都把它的前提是它们做数据化 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效率 比方说数据化比较好的 你可以看到数据 实时数据最比较好的是金融 你可以看到这种一个动作 各种叫广度和速度 其实你这样估视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 但是有哪些风口我们不能忽视呢 比如说虚拟现实 比如说这种众筹 移动医疗 在新教育 能的就是会是您看好的风口吗 像智能设备吧 像这块 手机是第一个智能设备 它是一个入口 但是你把它外延 什么东西都会被网络化 就变成一个网络设备的时候 就所有的东西 它都变成数据中端 就是网络的中端 你今天这台设备 实际上它应该是个网络中端 它跟我的这个WiFi会有什么 它是直直上网的 已经疯了 似乎网绫超过五年 年龄低于三十 任字三千左右 应与四六级上下知道KK 初入过媒体互联网 和广告公司的朋友们 都创业了 弄潮了 跟天使投资人喝咖啡了 今年二月 旁观创业者生活的作家 蒋方舟写下了他的困惑 空气中飘满了钱的味道 创业者们为了一个个 有可能存在的风口奔跑雀跃 创业公司们 也用数字不断刷新着 未来财富值 然而 反思潮也在浮躁的 互联网圈掀起 风口之上的项目 也同样锁了一大批 百度创始人李燕红曾说 风口非诸论 充满了创业投机色彩 最深入各行业的风口 顶级投资人熊小哥 也有着他的反思 我们也很有幸 也投了这个雷军的 这个小米 那个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对 有这个风口吹起来 但是我觉得 但是雷军自己 雷军同志也是经了很多年的 这个积累 才找碰到这个风口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风口也不是找来的 但是这风口的话 到碰到的话 他有很多的积累 不是说他今天就运气好 就撞上了 对吧 但是作为投资者来讲的话 你不能说 等着像投机似的 每天在那等着 所以说你要寻找这样的 俏小这个李彦宏就说了 说雷军这个风口论 什么风口来了 猪也会飞 非常不好 因为有投机思维 没错 所以在这点上 我不太同意这一点 所以我也经常在说 我说我希望是能够 撞上那个风口 那么但是同时呢 还得根湿才能叶茂 我愿意看到的不是猪 而是看到的是一种树 它能够根湿叶茂 风来了以后也一样 在那个地方呢 还能提供更好的一种湖 只是说呢 让它传得更远 这种风使它的 比如说杨树也好 或者哪种树也好 它把它的果实 能够传到全世界 这才是好的树 我就觉得我愿意做 头一个公司呢 在一个风口上的树 能够把它的果实呢 随着这股风 传到更多的人 让更能得到这种服务 这可能是我的想法 创业的风口是什么 顶级投资人许达莱 周魁熊小哥 给你这样建议 一 独角兽公司 更适合做风口上的创业 二 智能硬件 围绕着房产相关的产品服务 农村互联网 是顺为资本重点关注的 三个风口 三 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与扩张 让风口向各行业蔓延 四 撞上风口 不要急于做飞猪 需要做大树 您怎么定义创业 我个人觉得创业 其实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你怎么定义投资 投资我经常内部 把投资描述成结婚 找对象 作为一个投资人 你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最大的焦虑就是 我们的被投资公司的创始人 在关键的时间点 来做对的决策 自信心膨胀 或者就是说 在这个重大决策的时候 没有从占占高度来思考问题 那如果把你现在的投资事业 比作一座山峰 您觉得在什么阶段了 我觉得还在初期的爬升级 那你观察众多的创业者 在什么样的节点 他们最容易失败 自信心膨胀的时候 投资对你而言是最快乐的事情 是 不过它也是一个有酸甜苦辣的事情 跟结婚一样的 这是一个全民创业的时代 但是创业是九死一生 如果要走到最后 可能要少一些急功近利 多一些智慧和敬畏 您能否跟这些众多的创业者 说一句话 我希望大家在今天 应该是非常好的创业时代 政府也在鼓励 所以我觉得新天的创业方式是巨好的 大家要把握好创业的这个机会 不过同时也要有敬畏之心 不要因为创业了创业 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有信仰 公司发展得最顺的时候 反而要居安思危 我们有没有什么风险 我们要实时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